这种情况,你得仔细地分析原因,看看你的产品、服务或营销到底有什么问题,尽可能地改善。 如果实在不行,实在没有办法改善,那就及时地关闭店铺,及时地止损。 但是呢,很多人反而是机械的、惯性的、苦苦支撑着、熬着,几年下来钱没有赚到,落得一身疲惫,浪费了宝贵的机会成本。 这就叫做当退而没退。 周一中所说的初九,乾隆勿用,与进退之道有一曲同工之妙,时机不成熟的时候,你是龙也得钳着,是虎也得趴着。 当年刘备和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,刘备钱藏得多好啊,如果钱藏得不好,别说什么三分天下了,恐怕他连小命都难保住。 情况二,有一些开厂或开店的朋友,从某年开始这生意就不好了。 当然,这个生意不好可能是大环境问题,也可能是行业问题,可能是经营管理出了问题,还有可能是个人运势问题等等,不一而足。 自己的财运突然不好了,怎么办呢? 有些人倒是很果断,急流勇退,断臂求生,关了厂子或店铺。 然后,然后他在新的地点或新的行业,开了一个新厂子或新的店铺,以求东边不亮西边亮,结果呢,亏得更多。 这就叫做不当进而进啊。 很多创业做生意的朋友有一种惯性思维,认为我必须不停地做生意,不停地创业。 其实,如果某些年份运势实在不佳,可以暂时收了生意,上班也行啊,做一些技术性的副业或理财投资也可以啊,小赚或不赚总比巨亏要来得好。 那么,怎么知道自己运势好不好呢? 如果你没有找专家看过八字运势,那你就得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总结了。 比如,你从开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各种挫折,不顺,亏了很多钱,那么接下来的半年里,你的财运大概率也不会太好。 好比,你开车走山路吧,前面几公里都是泥泞不堪,颠颠勃勃的,你怎么那么有自信,再开几公里就会一片坦途呢? 除非你有可靠的向导或者是卫星地图在指导你。 总之,我们学习了鬼骨子的百合篇,就应该明白开和闭,进和退的关系。 哪怕你现在身处逆境,正在承受痛苦,也不要灰心气馁,一时的隐忍,一时的屈辱,不算失败,它或许是我们未来奋发或崛起的契机。 好了,听众朋友,本期节目就为您讲到这儿了,希望对您有所帮助。 感谢收听,下期再会。